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4号 元宵节 先祝看到影片的你元宵节快乐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 很抱歉 从除夕到春节 我没有回复你的问候和祝福 我拖到元宵节才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几年我过得好不好 我身体健康 体重64公斤 睡眠正常,精力充沛 我女儿上一年级了 前妻每天接送 反正她们在同一个学校 你没有听错,我有前妻 我两年前恢复单身了 并且把名字从周鼠光改为佐拉 反正我的朋友们都叫我佐拉 下半辈子都叫佐拉了 结婚,养育小孩和恢复单身 都是很快乐的事 如果我没有斗志 我可以继续在乡下假装退休 耍废 混迟等死 双脚一蹬 聊此一生 但我不能等死 我要做点什么 我和你一样 也是不出门辨知天下事的人 我看到昔日的朋友 陆续持续自由 陈杰仁 杨恒军 许志勇 这些已经在监狱中的良心犯 是见过面吃过饭的朋友 任志强 彭立发 这些声明呵呵 但是我确信他们是认识我的 也看到台湾中日处于中国威胁之中 就算是为了我的女儿的未来 我都应该站出来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 结党结社 为共产主义受害者呼吁 阻止中共在自由世界的扩张 也许有不熟悉我的朋友在暗存 你算什么东西 你何德何能 你凭什么跟中共对抗 我认识很多中国出身的异议人士的名字 也大概知道他们的立场和作品 也大概知道有哪些人权组织 海外反共团体在苦苦求生 我没有要诋毁别人存在的价值 我只是觉得 事情可以做得更漂亮 更具体 更有远见 我觉得我行 我要上 比我年轻的 没有我这样的志气和野心 比我年长的 没有我这样的能耐 我成功策划 并执行过很多维权案例和声援案例 我能做很多琐碎的事情 而伟大的事业 用坚定的信念和琐碎的事情来达成 我是一个被德国之声 日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中国网红 前中国网红 我膝盖中强后过了十年 幸福的家庭生活 对于一个职业记者来说 能完成一次独家新闻报道 就够他吹数一辈子 而我十四年前在中国 就像战地记者一样 独自在有网络审查的情况下 完成了多次独家的新闻报道 如重庆最牛丁子户 厦门反PX游行 北京央视大火 贵州问安骚乱 东北伊利神破产 我即便是跨越了长城 移植到了无强的台湾 我也成功举办过线下活动和线上活动 中国美术学院的文艺黑客松 是我前往杭州 浙江杭州策划和执行的 这是我的线下活动 Clubhouse刚面试的时候 我主持了长达十天的 马拉松市的公民论坛 这是我的线上活动 我也曾在台湾通过微信群组 远程领导中国异样的村民 进行了成功的维权活动 我对网络文化 国际媒体 网络治理 资讯安全等领域都非常熟悉 也长期在人权议题 中美议题 两岸关系上有长期的关注 我认识很多律师 学者 记者 也认识很多黑客 企业家 开发者 也认识很多异议人士和流亡者 我也认识很多在花莲的在地的村民 我的接触面很广 能保持不被情绪左右的判断力 当然 这些年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快乐 跟你认识的其他异议人士不一样 我不是一个悲剧角色 中共要用大中华主义 在全球做统战工作 我要用汉人这个身份 去解构大中华主义 你说中文 我说汉语 你说华人 我说汉人 中共维持着一个极权国家 却使之要侵略民主的台湾 从未放弃渗透台湾 鼓动台湾人批评日本和美国 诋毁台湾的民主 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 我要争取任何一个演讲 接受采访 撰写文章 制作影片的机会 去向更多牧手人解释中共的理论和方法 去捍卫人权 民主和自由 抵抗中共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扩张 换言之 我要跟中共强粉丝 2017年 我女儿刚出生 我就去中国湖南最后一次探亲 跟父母说了永别 但是在过去七年 为了重出江湖 我弄错了一件事情 我曾请鸿门元老杨本华先生 带我去拜访台湾民主基金会 想找项目经费 结果台湾民主基金会的人 根本就不认识我 邮件也不回 然后我注册了公司 去申请美国在台协会的补助金 也没有收获 后来也申请过台湾文化部 花莲县政府的各种案子 结果也是颗粒无收 显然 我不是体制内的人 去适应官僚体制下的案子 太像削足势力了 跟政府或大型机构募集资金 会有大量的条件要遵从 申请不到任何经费 我的房租水电支出 就靠我有限的收入来支撑 期间 我任何工作都接 去农场摘果汁 挖浆黄 砍草 帮人搬家 送快递 修电脑 修手机 刷墙 包装柚子 做网站 做影片 做临时演员 做数位媒体顾问 做特约记者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跟名嘴一起上 争论节目拿通告费 去年 我不再浪费时间 再申请跟政府相关的案子了 我全力借助OpenAI 写自己的基础设施 直到我看到介绍无条件基本收入的TED影片 我才知道我浪费了七年的时间 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概念 启发了我这种有江湖名气 但没有政府人脉的人 众筹便当 是更合理 更轻松的募款方式 若能不把精力放在一日三餐和房租水电上 就能让我这样的创意工作者专心创作 我虽然不是要向台湾政府主张 无条件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政策 但我可以脸皮厚一点 向我的朋友们小额募款 若我有100个支持者 承诺每个月捐一个便当给我 我就能全职 做人权保护相关工作了 我的老朋友都说 你的起点当然比其他人要高 目前已经有7个朋友 表达了专注便当的意向 也有机构表达了 要请我做资安顾问的意向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会继续完善 我用于汇总公民新闻的IT基础设施 我也会给任何人做顾问 会给人权机构 媒体 甚至台湾政府 提供尽可能的协助 我会争取一切露脸的机会 请多加利用 但我不提供匿名的服务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保密的需要 不肯面对面 或者不肯在我的影片里露脸 或者不肯通话 或者不肯在事后向我公开致谢 我不会花时间提供免费的协助 付费的也不接受 我不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我无法向支持者证明 我花了这个时间 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欢迎旧与新知支持我的工作 请相信我是最优秀的人权工作者 如果你不相信 那请你支持另外一个综合能力 更好的人权工作者 请注意 专注便当是无条件的 欢迎和我交流任何议题 但我不接受具体的指令 专注者可以选择每个星期 接受一次我的工作成果报告 也可以选择每月接受一次 如果我的工作报告让你不满意 或者觉得我品行不端正 工作无意义 成绩不好看 请随时终止专注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拉瓦尼的遗言是 不要放弃 要有所作为 我想有所作为 但我没有固定的路径 没有KPI 我会采用目标导向的方式来工作 只要我维持一个目标 持续努力 持续改善 我相信你会看到我的成绩 我恳请你关注我 我恳请你关注我 你的留言和捐助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请继续看下去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